近日电影《龙马精神》官宣定党在12月31日 同时发布了预告片和新海报 预告片中女儿带男友见家长 父亲则是摆出了两幅面孔充满喜感 而国民女婿郭麒麟遭遇岳父夺命三连问时 那不知所措的模样 让人感到气好笑又心疼 在女婿面前不怒自威 国民女婿郭麒麟身处食物链底端 在岳父面前描耸 他和刘浩存本是光明正大的情侣 却连手都不敢牵 强颜欢笑的表情卑微又真实 看过预告片的不少网友表示 还是非常期待成龙新作的 更何况还有郭麒麟 但是刘浩存就算了 还有网友表示 因为刘浩存自己不会去看这部电影的 资本强捧不说 还给自己立人设 这个小姑娘真的有太多黑料了 据悉此前刘浩存曾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的演技不错 颠覆也很好 还给自己立了清纯的人设 但是有网友发出 刘浩存的妈妈之前是开舞蹈学校的 因为刘浩存妈妈的不正确指导 导致一位女童高位结瘫 半身瘫痪 但是刘浩存的妈妈拒绝赔偿 从而错过了婷婷的最佳治疗时间 在这件事情发生六年后 也是刘浩存出道一年之后 刘浩存的妈妈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之下 完成了赔偿 但是已经给婷婷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 甚至可以说是毁了一个家庭 所以不少网友开始抵制刘浩存的电影 就连沈腾和刘浩然主演的四海 也遭受了网友的抵制 也有网友表示 一部电影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不应该因为一个人而放弃整部电影 有粉丝也觉得挺对不住郭麒麟 承诺说她下一部一定会看两遍 只是电影还没供应 最终的结果如何也是未知数 毕竟女主也深陷负面 如果这部戏最终被定性烂片的话 那郭麒麟也是有点惨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看好她 只可惜合作的女主成了拖累 最后还是希望这部剧可以正常的上映 如果正常上映 你们会去看吗